这家伙今天非要赶集 我不知道他要想买啥东西 我儿子还非得也要去 也要买好吃的 今天这个大植物机上人真少 现在赶集的人越来越少了 超市买啥都有 买啥都方便 你上大街上走一圈来 鞋上卷是土 原来人家是想吃切糕 说好几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人家说给他大晚上也买一份 你看我儿子都长这么大了啊 他竟然跟我要大气球 那小时候都买多少青鸡球了 海耀都长这么大了 那我坚决不能给你买 两份切糕整好了给钱 然后人家还说再买一样东西就加走 那我说你赶个大吉买两样东西 你不嫌磕尘呢 想吃炸带鱼 说要买几根带鱼 卖带鱼这老板说12块钱一斤 留我11块钱一斤 然后要完成说25块钱的 再送我一根小带鱼 这老板真讲究 给完钱我说我买点好吃的去 我去卖水果的那绕一圈 那人家说了不去加走 跟这人出来你说涨气不涨气 只买他想吃的东西 我说我买点东西 那人家不去加走了 换了二一个人我都不跟他交往了 就是一个妈的亲兄弟啊 没办法 你享受 你享受 你应该不听自己的 你享受